选男生当班长还是女生当班长呢 我选男生当班长 啊 比比东你是女生 为什么要选男生当班长啊 哼 因为我和小红俊是好朋友 我就是想让男生当班长 没有人会想让女生当班长的 大家都想让男生当班长 真的是这样吗 同学们 你们真的只想让男生当班长吗 不是的 我就想让女生当班长 为什么呀 五六七你可是男生 不许选女生当班长 哼哼 我就是要选 五六七 你为什么要选我当班长呢 因为小红俊总欺负我 这次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 五六七一百分 哦耶 我考了一百分 小红俊五十九分 下次要加油了 什么 我才考了五十九分 妈妈知道会凶我的 有了 我把五六七的卷子拿来改个名字 这一下是我考了一百分 五六七就考了五十九分了 啊 我的一百分卷子 小红俊快把我的卷子还给我 卷子在谁手上就是谁的 上面可没写你的名字 这一下可怎么办呢 妈妈知道我考了五十九分会打我屁屁的 什么 五六七才考了五十九分 看我回家怎么教育你 事情就是这样 我才不要让调皮鬼小红俊当班长 我选小五你当班长 哼 五六七就算没有你选我当班长 也会有别人选我当班长的 才不会呢 你这个自私的人 大家都不会选你当班长的 我选小五当班长 荣荣 你为什么说小红俊是一个自私的人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肚子好饿呀 荣荣 你把你的早饭给我吃吧 啊 可是我也没吃早饭呢 要不然我们一起吃吧 好啊 我先吃 喵喵喵 啊 你把我的早饭都吃光了 哎呀 我太饿了 不小心就吃光了 小红俊 你太坏了 我还一口没吃呢 哼 不就是吃点你的东西吗 看你小气的 等下次我带早饭也给你吃就好了 小红俊 这次我忘记带早饭了 你可以让我吃点你的早饭吗 我才不要 你忘记拿早饭了 那你就饿肚子好了 什么 小红俊 上次你没有拿早饭 我可是让你吃了我的早饭 你这次怎么能这样 哼 你自己想让我吃的 我又没求你帮我 反正我的早饭不给你吃 喵喵喵 小红俊 你真是太坏了 容容不哭 我这里还有早饭给你吃 可是小五姐姐我吃完了 你吃什么呀 没什么的 小五姐姐现在不饿 而且马上就吃中午饭了 小五姐姐 你真好 所以我选小五当班长 可 可恶 就算你们都不选我当班长也没事 反正我有好多好朋友 他们肯定都选我当班长的 才不会 我也不要选你当班长了 我选小五当班长 啊 为什么呀 比比东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因为你是个自私鬼 喜欢欺负人的坏蛋 我要选善良的小五当班长 同学们 大家都希望小五当班长吗 大家可不要做一个自私欺负别人的班长啊 这样是没人会喜欢你的 妈妈 我想要一个姐姐 什么姐姐 等我这个漂亮的妈妈还不够吗 爸爸 我想要一个美女姐姐 好啊 儿子 可别告诉你妈妈 我手机里认识好多个姐姐 给你看看视频 自己选一个吧 儿子 这个可以吗 我不喜欢这个 那你再看下一个 这个看着好凶啊 我也不喜欢 那就再看下一个 爸爸 我喜欢这个姐姐 儿子 你可真有眼光 这个姐姐可是很多人都喜欢嘛 我也喜欢 什么 五六七 你喜欢谁啊 我看你是皮尔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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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百分奥特曼 我不要 我要跟帅气的小红俊做好朋友 那我选七十分奥特曼 我不要 我要跟美丽的荣蓉做好朋友 怎么没有奥特曼愿意和我做好朋友呀 唐三 我来做你的好朋友吧 真的吗 太好了 唐三 你可真倒霉 你打奥特曼才五十分 什么也不会 就是就是 唐三小红俊荣荣 现在你们都有了自己的奥特曼好朋友 那下周我们就来评比谁是最佳奥特曼好朋友 好的 小巫师 一百分奥特曼你都会干什么呢 我可是一百分奥特曼 我会的可多了 真的吗 我不信 不信你看 天哪 这也太厉害了 你竟然能变出来精币 我就说了 我可是最厉害的一百分奥特曼 你再跳几下 我还想要精币 那好吧 这下总够了吧 不够不够 我还想要洋娃娃 小飞机 还有新书包 新文具 可是我好累啊 不行不行 我们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那好吧 太好了 这下我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 一百分奥特曼 你继续跳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那好吧 七十分奥特曼 你的技能是什么 我的技能太多了 那我怎么相信你呢 笨 这要好了七十分奥特曼 你来帮我写作业吧 啊 为什么 我看你肯定是太笨了 不会写 才不是呢 写就写 太好了 这一下我就不用自己写作业了 奥特曼朋友 我饿了 你快去给我做好吃的 为什么要我去给你做 蓉蓉 你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 我看你肯定是做饭难吃死了 所以你才不去做的 才不是呢 我做的饭可好吃了 我这就去给你做 太好了 这下不用自己写作业 也不用自己做饭了 奥特曼朋友 这是我的零食 送给你 你快尝尝吧 可是唐三 我只是五十分奥特曼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 我们是好朋友呀 唐三 你真是太好了 奥特曼朋友 这是给你的新帽子 呃 这是今天妈妈带我逛商场 我看你的帽子都破了 我就让妈妈给你买了一件 谢谢你 唐三 好黑呀 我好害怕 怎么了 奥特曼朋友 我不敢自己睡觉 我怕黑 那我陪你一起好了 其实黑夜一点也不可怕 真的吗 唐三 你真好 小红俊荣荣 你们的奥特曼怎么变成零尊了 小巫师 我 我 一定是你们不好好对奥特曼朋友 所以他们才变成了零尊 我们知道错了 我宣布唐三的一百分 奥特曼是最佳奥特曼好朋友 太好了 小朋友们 只有真心对待别人 才能交到好朋友哦 好 唐三